我们讲第二个辈子 人和人之间在古代要互相往来 有几个非常重要的要素 第一个要素 就是往来要有隐私的供给 那么沙漠中间 在古代的条件之下 人类有几种生产和生活方式呢 有这么几种 第一种在东亚地区 大平原地区有农业 在内陆地区也有农业 但是它是一种绿洲的农业 高山上融化的血水 到了夏季 形成了季节性的内陆河 内陆河在沙漠中间 慢慢它不能流到海洋 它形成了绿洲 形成了沼泽 人类开垦出来以后变成绿洲 那么这个绿洲就是今天的吐鲁番 哈密 和田 喀什 撒马尔汉 布哈拉 都是这样的绿洲 那么这个地区 这是隆耕 隆耕地区 隆耕地区的以北 就是游牧 我们讲的 远离季风带 降水不充沛 那么当地的人是发展 适合于畜牧业 畜牧业因为有马匹 有动物做主 由于游牧民族 经常为了放牧 要迁徙 所以东西之间往来 除了这个农耕能够提供 饮食条件以外 食宿 游牧也有可能 那么第三个呢 住在沿海地区的居民 由 北云 航海 那么通过海上 造船 这也是一个往来的途径 这就是古代四周之路 人和人之间遥远的文明中心 要往来的几个 基本的要素 要素就是农耕 农耕分两种 大平原的农耕 和绿洲的农耕 农耕的北面 是 草原 是依靠游牧民族的 马匹骆驼 那么 这个 沿海地区的人 是靠洲际 靠船 这就几个要素 那么首先呢 我们就 一个一个讲 在历史上 中国的 我们 一讲起 游牧民族来讲 游牧民族侵辱 匈奴 突厥 蒙古人入侵 想到的比较多的是这个 那么如果我们要从 这个 人类对生活资料的战友来说 游牧民和定居民 占有了不同的 这个 自然资源 游牧民族 占据的是草原 由于草原降水少 它形成了一种游牧的生活方式 游牧的生活方式的特点是什么呢 收入不稳定 春天 夏天 草比较肥美的时候 牲口长得好 如果到冬天 大风雪 牲口都死了 它就没吃的了 农坤地区的特点是什么呢 农坤地区的移动比较少 世世代代就住在一个地方 所以我们这里有张家庄 李家庄 世世代代住在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进行 这个种田 收成比较稳定 我春天撒了多少种子 只要没有太大的自然 才还收成比较稳定 那么游牧地区总的来说 条件比较艰难一点 艰险一点 农坤地区呢 比较安宇一点 比较稳定一点 这是人类 对不同生产资料的占有 造成的 那么游牧和农坤的相邻 也形成了互相的依赖 农坤地区的 战争中间需要战马 马匹 农坤地区出产的比较少 但是为了在战争中间战胜对方 马匹是最重要的机动工具 是长期农坤民族 想游牧民族 要进口的东西 要输入的东西 那么游牧民族呢 对农坤民族最重要的需求 是两个事 就是当他们在这个生活艰难的时候 冬季 他们需要粮食来帮助他们 度过艰难 所以形成了一种互相交换 互相依赖的这样一种关系 那么这就是 这个 四处之路产生的一个条件 这是我们第一个要交代的 那么另外呢 游牧区 南面的这个农坤区 我们讲农坤区 是分为大平原的农坤区 和绿洲农坤区 大平原农坤区 对于长途往来 是方便的 你走过了一个线 又有下一个线 有固定的道路 但是当你进入到了 绿洲地区以后 绿洲地区就不是这样了 你到达一个绿洲以后 你可以 很好的生活 得到激映 当你离开这个绿洲以后 那就是一望无际的荒沙 非常荒流 那么所以呢 没离开一个绿洲 绿洲以后 非常期盼 要到下一个 水槽比较飞美的地方 最重要的交通工具 那就是骆驼 骆驼可以在几小时之内 拼命喝进去的水 能够维持它 一周甚至更长时间的 这个生命 如果你给它背上 拖上水 在它生命快要结束的时候 给它饮用水 它又能坚持下去了 你很好的喂养它几点 它身上的那个驼风 就是储存营养的仓库 这样它就能够长途的进军 骆驼都有两种 一种骆驼 我们中国的这种骆驼 双风驼 在国际上叫做Bacteria驼 Bacterian camel 还有在阿拉伯地区 热炎热的地区 那个骆驼是单风驼 只有一个驼 但是物种 它的起的作用是一样 这个驼都是它的储存的 脂肪营养 所以你在长途行走之前 到你一个绿洲 你必须把它喂养好 让它自己的驼风中间 充满了营养 它身上携带的东西 要尽可能供 出行的人来吃 那么到中途 它已经逐渐消耗到 快要枯竭的时候 把它带的料 给它吃一点 带的水给它吃一点 同时日夜能吃 在它快要 自己筋疲力接 东西也快要消耗完之前 一定能够到达下一个绿洲 那么绿洲和绿洲之间的距离 如果长途超过了 这个骆驼 自己背的 能够养活它的范围 那就往来非常非常困难 非常非常困难 那么这个呢 有人做过测算 大概是一个骆驼 十四天以上的路程 这就不行了 到了一周以后 它就必须要喝水 它把它的水全喝光了 它再走不到 它就不行 十四天的路程 所以一般呢 这个绿洲的往来 就是将来计算 那么这就是 我们讲的四周之路往来 绿洲对四周之路是 非常重要的 那么绿洲的居民 和我们大平原地区的居民 虽然都是农耕的 也有不同 大平原地区每一个城市 有各种各样的工匠 可以互相往来比较方便 绿洲地区 有的绿洲大 有的绿洲小 但是总体来说 它的居民的总量 和对外的往来的 频率程度 都不可能 和平原地区相比 所以一个绿区 一个绿洲之内 总体来说 是不能做到 自己自助的 因为人口有限 它不可能 既有吃井的 又有大铁的 又有银匠 又有造的工件的 太小了 不可能 所以绿洲地区的居民 自个有出外经商的习惯 绿洲能够去 它自己有铁匠 没有银匠 它就要必须 用自己出产的东西 对外交换 那么这样一种条件 形成了 在丝绸之路 还没有出现之前 一个绿洲 和另外一个绿洲居民 自动往 传统往来的渠道 它自古就要和周围的绿洲 发生关系 那么最靠近大平原地区的居民 它和我们大平原地区 也有往来 所以丝绸之路 这个网络 在张迁出西域之前 早就存在了 但是它不是一个 人类有意识的 主导的行为 而是自发产生的 那么研究丝绸之路 我们依据的资料 是什么呢 那么在我看来呢 大概有这么四种 第一种呢 就是文献 就是历史上人类留下来的 文字记载的东西 这个包括历史 包括悲鸣 包括家谱 包括地方志 诗文 等等 这个我们都把它化为 文献 文献也有各种各种 各种各样 不同文字写成的 那么这是最大的一类 我们历史学者呢 比较喜欢 利用文献 来进行研究 第二类呢 就是考古 考古主要依据的是文物 古代留下来的东西 器物 遗址 建筑物 等等 那么这些东西 本身是不会说话的 但是考古学者 要通过 对这些古人留下来的东西的 研究 来复原 这个文献 所存在的那个时间 的历史的状况 也就是说 让不会说话的 这些东西来说话 这就是考古学 我们前面讲过 中国和当时的 以印度为中心的 这个佛教世界 有个很大的区别 中国人比较诗记 文献比较多 喜欢记 印度 人善于 想象 古代的文献比较少 所以今天 你如果去 我们在四周周路 考察的时候 我们沿途所看的 那些国家 基本上对口和我们交流的 历史学者相对比较少 主要是 考古学家 这就是因为他们 记载古代的文献不太多 而主要是依靠 古人留下来的东西 来进行研究 这就是第二种 这个治疗 第三种呢 就是人类本身 我们自己 那怎么说呢 第一 就是我们知道 世界上有不同的人种 黑人 白人 黄种人 在黑人 这个大人种之下 还有一些区别 黄种人也有区别 广东人和蒙古人之间就有差别 那么 对于不同的人种的 研究 是研究 古代人类迁徙和发展的 一个很重要的 资人 一种线索 比方说我们新疆 维吾尔族 长得近乎于 这个欧洲人和亚洲人之间 这说明 他们的祖先 既有 亚洲的黄种人的 成分 也有 这个欧洲人的成分 那么这就是我们讲的 人类本身的第一种 就是 对人类的生物学 属性进行分析 第二种 就是人类的语言 每一个民族 很多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 那么这个语言呢 有的语言 互相之间有 有近似的关系 我们叫做亲属 亲属语言 比方说 在 印度 印度人的印第语 孟加拉语 阿萨姆语 它都属于 互相是相似的 波士与 库尔德语也很相似 波士和印度系统之间很近似 波士与和俄语也很近似 俄语和乌克兰语 白格勒斯也很近似 这个爱沙尼亚的语言和芬兰的语言 匈牙里的语言 比较近似 英语和德语 比较近似 法语意大利语 西班牙语比较近似 那么整个 我刚才讲的这一大串 合在一起 我们叫做印语语系 就是几千年前 它可能是一个老祖先产生的 经过世世代代的分化 形成了很多分支 有些分支独立发展 那么追寻 这些分支 怎么产生的 可以反映出 人和人之间的 往来 我举个例子 比方说 我们今天 伊朗人 波士人 把兄弟 叫巴勒达 我们英语叫brother 这就是同源的 这说明古代的伊朗人 在几千年前 曾经和英国 法国人是有 共同祖先的 是不是 那么我们 这个英语 母牛叫卡尔 德语叫酷 我们在 在波士语中 叫骨 那是 也是同源的 说明大家都曾经 放过身口 这个词一直流到了 今天 太多了 那么这种 例子 这种方法 用来观测我们中国 行不行呢 也可以观测的 我们汉语 和 藏语 就有很近的 亲缘关系 虽然现在达赖 其他一些人 在告藏读 但是他不能否认的是 藏族人和汉族人 远古 是同一个 同一个起源的 所以我们今天 藏语中间 有好多词 和我们汉语 是有共同来源的 眼睛 藏语叫 就是 这个字 123的3 3这个字 古代就叫 共同起源的 好了 因此我们人类本身 也是 我们研究四处之路 一个很重要的 语言学的和民族学的 都是我们研究 四处之路的重要资料 那么现在呢 我就一个一个 会出现的 那么我们文献中间 我们哪些东西 比较集中的反映了 四处之路的资料呢 第一就是中国的文献 我曾经讲过 我认识一个很有名的蒙古学家 叫白头的 他会十几种文字 他看得我非常害怕 他说我那十几种文字 什么英语 法语 德语 俄语 加起来这个古代文献 都没有汉文 一种文献多 中国的文献中间 记载了 四处之路是最多最多的 从司马迁开始 司马迁编史记的时候 司马迁在史记中间 就创造了一个 北历后代的史学家 所遵循的体力 就是编写 既编写中国汉头本身 也写那些和汉 发生往来的 民族的那些历史 这个我们就叫做 四处传 或者外国传 那么司马迁描写了匈奴 描写了南蛮 描写了大碗 这样的就是今天的费尔干纳 独连体中亚这些地方 所以后代的历史书中间的 四夷传和外国传 是研究四处之路 一个非常重要的 次位 第二呢 就是 这个古代的 中国以外的民族 汉人以外的民族 比方中国周边的民族 藏族 维吾尔族 蒙古族 西夏人 其他人 他们也有自己的文字 他们也创造 那么这些文字中间 记载了 藏和汉的往来 记载了藏和印度的往来 第三 更遥远的地方 异域 波斯人 阿拉伯人 罗马人 希腊人 他们的文献中间 也会记载和周边地区的往来 他们的周边 也会记载他们和遥远地区的往来 因此呢 就我们说 古代的异域 古代的周边地区 他们的文献中间 都有 关于自己和自己的邻居 和遥远地区的 往来的记载 这都是四手之路有关的历史资料 那么这些历史资料 一 二 三